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网络课堂 今天我们进入到最后一课 48课课文的讲解部分 它讲的是股票和投资的问题 There's no shortage of tipsters around offering get rich quick opportunities 就说到我们周围啊 最不缺的就是那些 知道内部消息的人 当然大家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为情报贩子 就是他告诉你 我有内幕 买股票的嘛都知道 很多人是靠内幕买股票的 以为别人都是傻子 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是这样 There's no shortage of something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新干年语第三册第九课 我们说在纽约有的是摩天大厦 There's no shortage of buildings 大家注意啊 这种结构我们把它叫做 latitus 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叫谁呢 我们把它叫做趋岩 趋就是趋折的趋 言呢就是言语的言 什么叫做趋岩 它的含义是这样 就是 就这样去说吧 趋岩的意思呢就是 以反说代替正说 也就是说你本来是可以正常的话说的 但是呢你会用一种反面的说法 来说这个正面的话 所以这个呢一般就是来强调的意思 一般来说是强调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通常见的这种常见的否定词 比如说no small no little no lack of no common no joke no laughing matter not half bad come to 这些东西呢都可以构成双重否定 就是我们中学老师叫双重否定 它其实是起到了一种强调的作用 我们可以关注 this is no small accomplishment 他的意思啊就是 这样的一个成就 其实非常的大 但是他为什么不这样说呢 老师再说一下 趋岩趋就是趋折的趋 他绕着弯说 会让大家留下一个更深刻的印象 比如我们再说 German Fleet was not an unworthy opponent 德国的舰队 他不是一个不值得一打的对手 那当然他的言外之意指的是 德国舰队相当的强悍 this is not at all unpleasant 这个地方不是那么不好 那当然他指的是非常的惬意 he was a man of no mean wealth 他怎么着呢 no mean wealth 他的意思是这样 他是一个人对不对 no mean wealth 不是那么不有钱 当然指的是要非常的有钱 所以这个结构呢 就是我们legitous 这不叫做趋岩 就是要加强语气率 好 现在我们继续 我们身边啊 经常会有一些提供内幕消息的人 but if you're a serious private investor 但是如果您是一个非常严肃的 或认真的私人投资者的话 leave the Las Vegas mentality to those with money to freedom 一定要把这样一种 拉斯维加斯的赌徒心态 抛给那些 人家有钱去挥霍的人 这句话很重要 你看会发现这地方 他提到一个东西 首先第一块大家知道 就Las Vegas 拉斯维加斯 这当然是一个赌城的意思 什么叫拉斯维加斯心态啊 就是希望一夜暴富 就是get to rich quick 想一夜暴富 不靠劳动 一夜暴富 而人家有这些心态 谁可以有呢 你要有钱去挥霍 比如说 你的钱如果亏了本 你无所谓 那你就玩去 但你要是想投资 你不要这样做啊 那么你会发现 我们首先先复习一下 在我们的单词里面 讲单词的时候 石老师已经说过 那个freeter 就是这么一些 刚才说过这些复习 但是石老师更想说的是什么呀 拉斯维加斯心态是一个比方 那么作为我们的阅读的同学来说呢 你必须要了解的就是 拉斯维加斯的心态 你在字典上查不到 那么要用动用到大家的一些知识 甚至是大家的一些背景知识呢 要去加以理解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 时代周刊的原话 Investors are cutting an old flame Cutting叫追求 Investors 投资者嘛 这也是 正好说的是投资者 投资者是在追求他的老情人 Old flame 叫老情人 因为flame 大家如果长字典的话 它含义叫做火焰 投资者在追求老情人 你看这句话呢 就是非常像刚才 石老师说过的那种 拉斯维加斯心态 你必须要去理解 这不是说拉斯维加斯 他说的是一种赌徒心态 Old flame 也不是说的是老情人 他说的是一种死灰复燃 重新的和一个东西 有复合的意思 那就是叫做 Mutual bond Bond mutual funds 联合共同基金 But how sincere are the intentions 但是有他们有多么的大的诚意呢 那么也就是讲这些投资者 他们想要去重新追求老情人 那些共同基金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作为一个 时代周刊的读者要知道 这不是讲谈恋爱 他讲的是 作为一个投资者要重新买进 那换言之的意思是 什么叫老情人 曾经抛过 曾经抛过股票 曾经抛过基金 现在再去重新的买起 The relationship sparted in 1994 他们的关系是1994年破裂的 When a bond fund launched the worst year in six decades 当时是 共同基金达到了60年以来的 新最低的这个低股了 然后人家呢就是 作为投资者就抛掉了 And investors fled the church 注意 你看在教堂逃走 非常惊慌的教堂逃走 它就是一个比方 相当于是指 要结合的时候 这不叫做教堂结婚吗 可是在最后一刻 逃走了什么意思 作为投资者 他已经把这个基金抛掉了 Now they are back for Nana Flynn 而现在他没有重新回来了 Flynn就是要去调情 要重新回来调什么情呢 当然是要重新买进了 你会发现 现在大家一定要去理解 你作为这样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读者 就应该知道的是 他是试图 作者是要通过一些比方的方式 要让我们知道 原来投资者和基金的关系 就是追求者和姑娘们的关系 如果姑娘们表现很差 也就是他的一个 就是你的股票也好 基金也好 表现很差的话 那你的追求者 就是那些男孩子们 他们在最后一刻也会逃掉的 但是反之如果你表现很好 即使曾经分了手的小伙子 也会回来再去追求 这个现在又非常的风光无限的姑娘 你看他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就会告诉我们 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 就是共同基金和投资者的关系问题 所以这样一来 你会发现 其实和刚才那个拉斯福加斯心态 是非常一致的 好 我们继续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的是 作为这样的一个阅读当中 你要就像脑子当中 一定要就像一个过电影 你要能想到 当时那些具体的情景才好 这样就会让我们记得又清楚 而且你这个阅读效率又高 好 我们继续 下面是这样 The serious investors needs a proper portfolio 那么作为一个严肃的 或认真的私人投资者 你就需要一个 切切实实的 这样一种 规划投资 也就是叫做组合投资 A well-planned selection of investment 就是要去 非常认真的选择一下 你的投资计划了 With a definite structure 你要有一个非常 Definite 周密的 要有一个非常周密 和明确的一个结构 and a clear aim 当然还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but exactly how does a newcomer to the stock market go around achieve this 但是要想有一个 明确的结构 和具体的目标 你作为一个股市的新人 一只菜鸟 你怎么才能知道 这些东西呢 那么现在我们先关注 现在我们再看第二段 well 下面马上该解释了 If you go to five reputable stock brokers 如果你去五个 生育卓著的 有威望的股票经济人 哪里咨询 and ask them what you should do with your money 你的钱该怎么投 you are likely to get five different answers 那当然你会知道 五种答案 even if you give all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your age family finances and what you want from your investment 即使说你把你所有的 相关信息 包括你的年龄啊 你的家庭啊 你的财政状况 还有你想从中 得到的收益 都告诉了对方 但是五种答案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发现一个 一个问题了 那么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现在我们会发现 你作为一个股市的新人 你作为 然后再去问这些 股票的一些经纪人 前客 那怎么办呢 它为什么答案不一样呢 我们首先先关注一下 因为整个这个文章 是讲这个股票和投资的嘛 我们先看一下 在股票和投资这边 那么我们所需要掌握的一些东西 石老师已经帮大家总结好了 看第一块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千万不要把所有的鸡蛋 放到一个篮子里 这就是portfolio investment 组合投资嘛 good call 真是一个好的见识 those stocks make money 这些股票赚钱了 in a stock market if you don't know how well if you don't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is blowing you could lose everything 在股市当中啊 如果你就不知道 风往哪个方向吹 你会亏 亏进了本钱 什么叫 风往哪个方向吹啊 就是叫做市 大市 如果你不知道 这个市头在哪里 你肯定会亏钱 好 现在我们照一下 to do well in stocks 如果您想在股市中赚钱 表现优异的话 you need to keep your ear to the ground 你想 你得把耳朵贴到地上 什么意思 有消息灵通 就是消息 事儿还没有来 你就先应该知道 blue chip stocks are usually safe bets blue chip stocks 蓝筹股 筹就是筹码的筹 蓝就蓝颜色的蓝 蓝筹股 就是表现优异的股票 一般是比较安全的投资 if you lose your shirts 注意 lose your shirts 是亏进了所有的本钱 if you put if you put money in that stock 如果你在那只股票上 去投资的话 你会亏进了本钱 the stock market took a real nose dive 注意啊 a nose dive 是倒栽葱的意思 就是急转直下 that October 13th a few years ago 几年以前的10月13日 那个股票市场 来了个倒栽葱 那当然指的是 急转直下的意思了 所以这些东西呢 是我们在股市当中啊 大家所需要知道的一些术语 好 我们继续 那我们再看啊 为什么五个股票经纪人 会给你五种不同的答案呢 其实你都把所有的信息 都告诉他们了 moral 道德 there's no one right way to structure a portfolio 没有一个所谓的正确的方法 来去构建你的投资 就是组合投资 however there are undoubtedly some wrong ways 虽然没有正确的 但是肯定有错的 正确的没有 肯定有告诉你铁定是错的 and you can be sure that none of your five advices would have suggested sinking all of your money into Paravix 它的含义是这样的 你可以相信五位经纪人 当中会不会有人建议 把你全部或者是一部分的股票 都投入一个叫做 Paravix 这是一个假想的公司的名字 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差的一个公司 然后下面我们就开始怎么做呢 继续再看哈 那么下面一步是这样的问题 so what should you do 你说你该怎么办呢 you will assume that 你要假设 you have sorted out the basics 你现在已经啊 是把你最基本的情况弄清楚 sold out 是弄弄清楚的意思 like mortgages 比如像一些 什么叫做抵押贷款 pantions 什么叫做养老金 insurance 什么叫做保险金 and access to sufficient cash reserves cash reserves 叫现金储备 和你动用现金储备的一些途径 你这些东西得弄清楚啊 you should then establish your own individual aims 然后就确定自己的目标 these are partly a matter of personal circumstances partly a matter of psychology 而这个东西啊 一方面是你个人的情况决定的 另一方面呢 是一个还有一个心理的原因 那么我们再往下就开始去 去这个解释了 for instance if you are older you have less time to recover from any major losses 所以如果您的年纪比较大 那您知道 您从大的损失当中 再去东山再起的机会不大了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对吗 比如您已经90多了 那您就不要再做那些冒险的投资吗 那万一亏本了以后 那他说好 我们需要30年才能赚好了 那120 那你没觉得时间不等人吗 and you may well wish to boost your pension income 那您作为年纪大的人呢 最好能够希望提高您的养老金收入 这是比较切实的 那么这时候大家可以去看啊 那么他现在会提到一种 就是投资策略的问题 你比如我们这样去说 There's a huge untapped market for this product 如果投资的话 这都是我们在考试当中 所去常见的一些东西 在这样一个没有开发的市场 我们需要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 没有开发的市场 untapped market 这个大家要知道啊 Time to arrive for another startup 这是一个开一个新行业的机会 你比方说 现在你能不能要投资的话 你能不能看到 有一个新的行业已经形成了 比如新能源 类似这比如像光伏技术 你能不能理解类似这样的事 这叫投资的第二条 另一条是谁呢叫 We need We need some fat cat investors to plug some money down 我们需要找一些肥羊来投资 大家注意啊 为什么它写的是猫 现在我们翻译上羊呢 它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 你不是要投资的话 你是需要找一些大的投资人 给你来投 这些投资人 如果很有很有钱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 fat cat investors 因为fat cat 本身的含义叫有钱的意思 就是我们需要找一些 有钱的投资者来去筹钱 那我们再看下一块 刚才这块 fat cat investors 是口头的一个用法 那么再往下 she bankrupt his business 它是供应自己在事业上的基金 你看注意啊 它的这个投资钱来自哪 叫bank growth 就是资助的意思 for the last one this is a big business and there's big money at stake 虽然是比大生意 但是风险也很大 注意啊 big business没有问题 and there's a big money at stake 就是风险很大 big money at stake 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是一个投资的问题 好 我们再往下继续 就刚才已经提到 如果您是年纪大的人呢 就尽量需要去想养老金 这个问题了 那我们再往下看另一步 so preserving your capital and generating extra income are your main priorities 所以来说 capital它的含义叫资本 所以因为您要是要 让您的养老金尽量要多嘛 所以您发现的是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因为您不是已经是要去 要让养老金要去多一些嘛 所以您的主要的任务 就是要保护您的资金 和引发额外的收入 大家注意啊 你看第一块 preserving your capital 就是要保住您的资本 就是不要让它亏了 and generating 然后呢 就是要去引发 一些额外的收入 这是您的主要的 首要的议题 或优先的 in this case it probably construct a portfolio 这时候呢 您可以建立一个组合 组合方案 with some shares 比如说一些股票 but not high risk ones 但注意啊股票有的是特别大风险的股票 你不要买那些 along with gifts 然后再买一些金边债券 就是那些可靠度非常高的债券 比如像国债什么的 and perhaps convertible or the income shares of the split capital investment trusts 这里面啊 还包括一些金边债券 现金储蓄 还有一些可兑换的证券 大家注意啊 可兑换的证券叫做convertible 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些分割 分割资本投资信托公司的 所得的股票 就是你要去 有一些分割资本投资信托公司的 所得的股票 这是一个术语 这个大家看看就行了 同时您的资金的状况 非常的可靠 solid 就揭示的意思 and you may decide to take an aggressive approach 而现在您就可以采取一种 相对来说激进的一种投资方式 if you are blessed with sanguine disposition 如果您有一个天赋 be blessed with 就是富裕的意思 sanguine disposition sanguine含义叫乐观的 disposition 它的意思是什么呀 就性格 如果您还有一个天赋 那就是天性乐观 you may decide to take 这个叫心理的嘛 take aggressive 大家注意啊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and will not suffer sleepless night 还有重录吧这 最后一段重录啊 最后一段重录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 if you are younger 如果您是一个年轻人 and in a solid financial position 而且是资金来源 资金情况比较可靠 solid 结实的意思 you may decide to take an aggressive approach 那您可以采取一种 激进的投资方案 but注意啊 这都是一些财政方面的 一些状态是什么 但是还有 刚才说要心理的问题 but only if you are blessed with sanguine disposition 而且只有您 有一种天赋 就是be blessed with 天赋 富有什么东西呢 sanguine disposition sanguine就是乐观 一种乐观的心态 and won't suffer from sleepless nights over share prices 而且您不会因为股价的波动 而睡不着觉的话 这个时候就可以采取 我们这样一种激进的投资方式了 大家注意啊 你看现在我们会发现 就采取什么样的投资方式 首先要根据你的年龄 根据你的财政状况 还有一个就是心理状态 比如你很年轻 但是心理很脆弱 那也不要采取这样的一种 这个激进的方法 那如果您的岁数很大 可是就是无所谓 那也可以试一试 稍微激进一点也无所谓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发现 是这样 sanguine的含义叫做optimistic 叫做积极乐观的 你看我们老这样说 sanguine about 对什么事特别乐观 比如我们说 other economists are more sanguine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inflation 那么还有一块叫sanguine view 当然指的是叫乐观的一种 什么东西 乐观的这样一种观点 这都比较简单那种 好 现在我们再看 你看它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会发现 它是这样一个 就是现在我们就需要去做一复习 但还记得一个是要做disposition 叫做性格 就是脾气秉性 就是容易让大家去产生 就是每个人的见到的方式都一样 比如见到同样的事情 比如股价下跌了吧 有的人就觉得他人处置 有的人就是 哎呀 叫到睡不好了 其实他们俩是一个单位 挣一样钱的人 那就是不是说 一个人有钱 一个人没有钱 就是性格所致 你看有的性格是这样的 我们做一下总结 第一个总结是这样 nervous 紧张的 sociable 没发现叫 社交能力强的 sensitive 这什么意思呢 叫敏感的 你看将来你就可以说 nervous sociable sensitive disposition 这个GS形成词可以换 你有什么什么性格 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 比如这样说 the film is not suitable for people of nervous disposition 如果您的精神比较紧张 就老爱紧张 你不要看这张电影 心脏病也别吓出来 当然也可以这样去说 have a happy character 比如现在我们这么说 have a cheerful sunny disposition 就是您的性格比较阳光 比较欢乐 欢快那种 这样也可以 就说这种结构 如果要去说性格的话 就可以这样去说 因为disposition 在我们的四六集里面 它的含义叫部署 就是每个人的安排 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安排完了以后 像比如像石老师的性格 那就是非常的乐观 非常的向上 那他就是这样的 那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他就是玩了命的乐观 你说怎么办呢 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好 现在我们继续 再看一下我们这个结构 如果您是处于这么一种状态的话 你就可以采取一种激进的状态了 If you recognize yourself in this description 大家注意 If you recognize yourself in this description 如果现在您 大家注意这块 这个时候是您觉得这个情况 和您是一致的那种 You might include a couple of heavy growth stocks in your portfolio 那么您就可以干嘛呀 您就可以在您的投资组合当中 有几项 有几项这种令人陶醉的 增值前景的增长股票了 那么大家注意啊 Couple of heavy growth stocks 就是非常有增长潜力的股票 Alongside your more pedestrian investments 当然还需要再加上几个 平淡无奇的这样一些投资 什么叫平淡无奇呢 就是一些比较保险的 所以他这个注意 Pedestrian是和前方的 head growth stocks 这边去做对应的 Once you have decided on your investment aims 如果一旦您决定了您的投资目标以后 You can then decide where to put your money 那您下一步决定 你把钱投哪儿 The golden rule here is spread your risk 有一条黄金定律 那就是要分散你的风险 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当然一个除外啊 If you put all of your money into a paravix international You are setting yourself up as a hostage to fortune 如果您把你所有的资金 都投入到这么一个 就是刚才石老师所说的那条 是一个假想象的公司 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差的皮包公司 那么您就把自己当成了命运的人质 那么也就是说 你只能是听天由命 那么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那就是只能是看具体的情况而言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48课 我们所提到的一个单词和短语 完了以后 我们把课文又做了一番 比较详细的一个梳理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也做一番将来经济方面的投资 行 各位同学 再见